诗人的演出已经结束 那么说好的苹果酒呢 我们这里可是未成年人的聚会 只有茶和快乐水哦 未成年人哪里来这么多坏心眼啊 我说 未成年人 别听他的 我们特地给你准备了 蒙德苹果酿 来来来 欢迎我们蒙德人永远的神 也是迎游诗人温迪 光临我们的茶会 好耶 温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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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每期一句自我介绍的传统可不能忘记 来吧 听评风影 西风骑士团荣誉骑士 空的配音演员 录音 西风骑士团荣誉骑士 赢的配音演员 燕宁 西风骑士团代理团长 秦的配音演员 林素 西风骑士团 不对 是迎游诗人温迪的配音演员 苗将 祝大家新年好 作为第一次来到我们茶会的嘉宾 还请苗将同学分别以角色和配音演员双重身份 再次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亲爱的朋友 旅行至今 你是否会想念蒙德的清风呢 希望你能接受风花的邀约 与天底下最棒的营诱诗人 也就是我 一起享受爱与喜悦 大家好 我是温迪的配音演员 苗将 好高兴来到这里 我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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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吧 你好容易接受 真开心 不知道大家从刚才喵将的话里面 有没有听出来很重要的信息呢 从这次版本的名字 风花的邀约 可能不少旅行者们已经听出来了 在我们新年后的第一次版本更新中 蒙德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 风花节 就要来到了 风花节 另外呢 之前就有很多小伙伴发邮件来说 想要温迪来参加茶会 那在这里也要提前透露一下 在这次的风花节的活动当中 温迪将会有很多的细分啊 所以在温迪的主场 邀请喵将同学来到茶会 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啦 说起来今天我们的阵容可太强了 大家常说的双风队的两位核心都到了 何止双风 简直就是四风守护 我觉得我可以挂机了 当然不可以啦 好了 那让我们赶紧通过全新的 一点四版本PV 风花的邀约 来快速了解一下 新版本会有哪些内容 等着大家吧 旅行者 蒙德的风花节 你喜欢吗 来挑战一下吧 来享受风花节吧 就像加入你的冒险团一样 堂堂正正地跟你一起冒险吗 可以 请你知道我的修行吗 还是有点不舒服 这下子好多了 说出来有些不好意思 小孩 在执行公务吗 研究进行的如何了 不要勉强 有困难可以叫我 又有新工作了 别想跑 晚安了 在新闻装置 都是新闻的 是新闻的 我们在新闻的 好多了 我们的样子 就是新闻的 不舒服 都是新闻的 有点不舒服 我们都开始打算一下 好多了 晚安 这边 我们都开始打算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会有着丰富的剧情和很多精彩的活动等着大家来体验 那么接下来还是先给大家奉上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兑换马福利 然后再一起来看看本次更新中的新四星角色 罗沙利亚吧 这位信徒如果遇到难以解决的麻烦 可以来找我 如果只想祈祷 还请找其他修女 你不是信徒吗 其实说起来 罗沙利亚也是我们在1.2版本的时候 就在剧情里面接触过的老熟人了 这皮肤真的是太酷了 从今天起我就要单推了 丧修女真的好酷啊 这种设定 你别光看人家酷 虽然罗沙利亚经常看上去有一些无所谓 和心不在焉 但是在那些看不见的角落 罗沙利亚可是以她特有的冷静和果决守护着蒙德的平稳和安定 那不是更要推了吗 修女罗沙利亚拥有冰元素的神之眼 擅使长柄武器 元素战技 是罪的告解 可以让罗沙利亚快速移动到目标敌人的身后 进行长刺和挥砍 不过在遇到一部分体型比较大的敌人的时候 可能就会穿不过去了 那应该就是什么一记守卫狂喜 求求人瑟瑟巴的 解锁天赋 聆听忏悔的幽影后 在罗沙利亚从背后攻击敌人时 罗沙利亚的暴击率也会得到提升 那感觉好像可以先挂个水 然后再让罗沙利亚放技能冻上再输出一波 还有天赋可以抬一手暴击率 听上去好像是值得一试 罗沙利亚的元素爆发 忠命的胜利 会在扫击周围敌人的同时 在地面形成一杆冰枪 分别造成冰元素伤害 这个冰枪存在期间 会间歇性地对周边敌人释放出寒气 造成冰元素伤害 解锁天赋 暗中支援的暗色后 在释放元素爆发时 也会提高附近队友的暴击率哦 放完大招后台挂兵 就算切队友打元素反应好像也很香 感觉是那种又能打又能辅助的队友 那具体的玩法呢 也就等着大家一起来研究研究了 另外罗沙利亚还有一项 很契合她人设的天赋 夜行 在游戏内的时间处于18点到6点期间 自身的移动速度会增加 不过这项天赋在秘境等环境当中 就是无效的啦 好有那种在夜间飞檐走壁 然后除墙扶弱那种 女侠道的那种感觉啊 对 大世界赶路的时候又有新选择了 飞逼跑快哦 飞逼跑快哦 她的技能的名字都叫什么 告诫啊胜利啊什么的 听上去就感觉这好像不是战斗 而是修女听完罪人的忏悔后进行审判 断罪的修女 好像联想到 以后断罪的皇女栏目 又可以有一个新的断罪人了 那么请问 罗沙利亚自己把88托斯 念成八托八四有罪吗 就算有罪恐怕啊 她也会毫不在意地继续念错下去 确实 那么这么酷的兄女 在哪里才能抽得到呢 那么这里就要预告一下了 本次版更后 风色诗人温迪与公子达达丽亚 将先后再次出现在活动祺愿里 我们刚才展示的新角色 罗沙利亚呢 也会出现在活动祺愿当中 祺愿获取概率将大幅提升 我之前还看到有什么高若康的新人 说好难过没有赶上温迪 这回就可以容颜咯 那希望这次喵匠的到来呢 也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点欧气啦 愿意一点 愿攻城获 也会永远抽到我们的小诗人哦 除了新角色以外呢 一点四版本也会有全新的武器加入的 五星武器 终末接探之诗 与暗象系列武器 暗象闪光 暗象的九语诗 以及暗象猎手 都会在一点四版本当中 与大家见面啦 这些名字听上去 好像都很有韵味的样子 而且好好看啊 好想游游 这次版本更新以后呢 新的敌人也会出现在玩家的面前 大家应该还记得 之前在酒馆里遇到的那位 戴英斯雷布吧 他欠我们版本呢 哦 不是欠 这回我们遇到的新敌人 就是我们之前与戴英 曾一起寻找过的深渊使徒 让我们来看看 这位来自深渊阵营的 精英怪物的真面目吧 深渊使徒的出现呢 跟我们这次更新的主线剧情 是息息相关的 作为贯穿故事的一根导火线 目前它只会出现在剧情流程当中 想要了解更多有关深渊使徒 以及其他深渊怪物的内容 敬请期待后续的版本更新吧 就跟剧情里面一样 打着打着就跑了 没有办法 打着就过瘾 下次一定不会放过你咯 肯定 下次一定 那既然都已经说到了 我们的主线剧情了 这里我要提醒大家 在这次的版本更新之后呢 主线剧情也会继续推进 在这次的剧情当中 我们将会和在那个 1.3版本当中遇到的 时之者戴因斯雷布 继续合作下去 然后探索关于深渊的 更多的秘密 在追击深渊使徒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在诡异的秘境当中 遇到倒挂的齐天神像 在风龙废墟里面呢 有关世上第一座 遗迹首位的秘密 也将会被我们解开 世上第一座 同时我们还粉碎了深渊渴望制造 机械魔神的阴谋 那么重点就来了 在故事的最后 主角也会再次迎来 意想不到的命运哦 这段命运呢 就等待大家来揭晓啦 的确是一段让人非常难以想象的经历吧 就是短暂的时间里 各种各样的情绪都涌上心头那种感觉 你是大事人呗 就感觉怎么说呢 除了喜悦 还有更多的疑问 还有苦涩 我好想说 但我不能说 就请大家在主线剧情更新后 慢慢地体验吧 这段剧情里的信息量真的挺大的 好期待哦 好啦 那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1.4版本的主题吧 风花节 好耶 好耶 风花节呢 是蒙德地区 传统当中属于自由和爱情的节目 除了给自己心爱珍重的人送花之外 像风神巴巴托斯大人 献上传说中的风之花 也是非常重要的传统 不过啊 关于这个风之花 究竟是哪一种花 其实蒙德城里的大家 都是持有非常不同的意见的 啊 什么 勾勾果也是花吗 哈哈哈哈 其实自由的蒙德人民 既然觉得它是花 那当然是花啦 对不对 当然可以把它列入花的行列啦 对不对 既然风神本人都这么说了 嗯 不知道正在收看节目的大家 会觉得哪一种花 更加符合自己心里 对风之花的定义呢 快点来1.4版本体验风花节剧情 去选择你心仪的那朵风之花吧 这次的剧情会是一个个关于爱与诗歌的小故事哦 感觉就像回到了家里一样 让人感到又轻松又温暖的那种 节日一文当中呢 除了活动的主线剧情之外 还会有一些支线的小任务 随着主线剧情的推进也会逐渐开放 大家不要忘了去看看哦 千万不要忘了 想提问 既然风花节来了 那会不会有一些跟节日相关的玩法呢 既然是温迪的主场嘛 那肯定要让喵将同学来回答啦 嗯 那就让我来解答这个问题 那这次风花节呢 我们的策划同学也加入了很多新的玩法 来供大家尝试 那么让我们来先看一看吧 风花节的庆典上呢 有三项挑战 等着旅行者来尝试 第一项小游戏呢 叫百发百中 顾名思义呢 是展示旅行者们射箭之术的好时机 通过射中正确的气球来获得积分 不过呢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了啊 千万不要射中那些会扣分的气球 这我应该不会百发百中的 可能的好吧 不存在的 那我来介绍一下 第二项 那第二项呢 是风中万花 是从高空飞下 在空中去收集不同类型的花球 从而获取积分 哇 迎着自由的风收集花球 一听上去就很符合风花节的气氛 但是不适合我 那么最终完成时剩余时间越多 获得的额外奖励分数也会越高 不过旅行者们也不要慌啊 还是要耐心一点去收集更多的花球 落地后呢挑战就会立刻结束啦 然后还有第三个小游戏 这一名叫风物之歌 那也是我最喜欢的啊 在游戏里演奏呢 不少玩家已经非常熟悉的曲目挑战高分 具体的操作呢就是根据屏幕上的节奏圈提示 在正确的时机按下对应的按键获得积分 这一天终于来了 我在原神玩音游 这三个游戏听上去就很像是温迪擅长那种事情 射箭 飞行 弹琴 怎么看都像是风神自娱自能似的游戏吧 巴巴托斯该得正式啊 不可能的 那顺便要提醒大家啊 百发百中还有风中万花两个小游戏 大家都可以联机玩 哦 那么到时候呢 记得叫上自己的朋友来比拼一下哦 会变成内鬼吗 好害怕 风花节结束了之后 这些小游戏还有吗 没有了吗 那会有点厉害 感觉不错 虽然活动有结束的那一天啊 但是参加活动还是可以兑换两个小道具 那一个呢就是风花节纪念气球 还有一个呢就是风物之失情 那么有了这个情 大家还是可以在联机的状态下 跟好朋友一起合奏哦 继续玩音 有了这个情 听懂吗 有了这个情 这是重点 好朋友一起合奏 嗯 那到时候肯定有很多弹琴的整活视频呼之欲出了呀 大家一起来一起来 已经可以看到了 都要拥有这个情啊 都要拥有这个情 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下一个活动 奇趣蜜源吧 在一个特殊的秘境中 大家会随机抽取到三个不同的小游戏 通过小游戏中积攒表现力来解锁不同的增益效果 完成三个小游戏以后呢 在增益效果的加持下与最终boss展开较量 风花节活动开始后呢 奇趣蜜源中会随时间有限出新的小游戏哦 我的那个就是冻的那个格子的那个 我觉得好刺激 对啊 这个真的挺不少果拉嘛 对啊 但其实我还是觉得你飞一下就没有事情 我瞎了 希望能长住我想一直玩 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系格子走回去那个游戏啊 包包你千万不要玩 图形不一样的 就是图形不一样 真的吗 真的 就你那奇妙的记忆 你们去试试图形不一样 等着你直播哦 嗯 加油哦 那么参加庆典挑战和齐趣蜜源的活动呢 分别收集庆典巡回券 以及齐趣协力券 就可以前往活动商店换取奖励哦 这个大家肯定很关注 那么这次的奖励中呢 还会有一把可以换到满精炼的新的四星宫 风花之送 风花之送 名字好好听哦 对 名字好好听哦 那所以还是大家记得要去兑换哦 保送满精炼真的是一个好文明 赶起活动来都感觉动力满满的 那么风花节的相关内容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兑换码福利时间了 有请我们的第二组兑换码闪亮登场 除了风花节的相关活动 我们还有一个重头戏要来了 是什么呢 至此1.4版本 全新的邀约事件也要上线了 邀约事件 邀约 是谁发来的邀约呢 这个邀约的发起者是游戏里的角色们哦 你们真会聊天呢 我知道可能有一些玩家朋友呢 一直在想 为什么我除的角色还没有登场过 什么时候才能在剧情里面看到他们呢 跟他们有更多的互动呀 那么邀约事件 其实就是提供了一个这样子的机会 拉近我们和角色之间的距离 和他们一起度过一段宝贵的时光 从而更好地了解这些角色 本次新版本中 一共会时装四位角色的邀约事件 分别是巴巴拉 诺埃尔 重云 和班尼特 使用传说钥匙解锁邀约事件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跟随发来邀约的角色 一起度过一段旅程 在旅程当中 根据玩家面对角色和事件的不同选项 剧情也会走向不同的发展方向哦 最终触发特定的故事结局 还会有分支 没有想到心跳原神学员 居然会以另一种形式 实装在了游戏里 是策划同学们觉得 哎呀光看我们玩都不带劲呀 干脆做给大家一起来体验 更有代入感 就是应该这样对吧 故事结束之后呢 当大家想去体验不同的结局的时候 可以在邀约事件的页面 选择剧情的分叉点 来再次选择不同的对话选项 去尝试解锁新的结局 解锁的结局数量越多 获得的奖励也会越丰厚哦 有剧情我最近很感激了 还有奖励 高不高兴 在这里呢 一定要提到的是哦 每触发一个新的不同的结局 就可以解锁一张 主角和邀约对象的分析图 作为留念哦 真的吗 这不好意思 奖励好多 这不好意思 我看你老好意思哦 完了我感觉我要变海王了 小程文 他感觉去表感大一点 又女主公圆都爱了 会不会很奇怪啊 不管了宝贝我来了 好想玩好想玩 好想玩啊 感觉好像除了巴巴拉以外呢 其他几个人好像从来没有在剧情里面出场过哦 对 好像是 而且是只有这四个角色有这个任务吗 还是 你们两个人都变敏锐了哦 本次1.4版本里面呢 出现的邀约事件发起者 就是这四个角色啦 但是呢 并不代表着只有这四位 随着后续版本的更新呢 会有越来越多不同的角色的邀约事件 等待着大家去解锁 各位 男妈妈女妈妈 男爸爸女爸爸们 一定不要忘了 保存好自己 跟自己的老公老婆的亲密合影哦 你们笑的都 感觉很快乐 发自内心的快乐 好啦 我们1.4版本的内容还不止这些哦 还有一个奇特的生物 从遥远的水之国土 跋涉而来 却不小心呢 引发了一场蒙德酒夜的大危机 这次版本公新以后呢 全新活动 纯水之愿 也将与大家见面啦 在这次活动中 我们会与这只小小的纯水精灵结为同伴 帮助他吸收纯水动物后 不断地学习长大 最终呢 在完成所有地区的探索任务之后 这只纯水精灵 也会以小道具的形式 进入到背包里 好可爱 装备了小道具之后 小精灵就可以陪伴在大家的身边啦 派蒙地位再次减一 怎么这么说呢 我们只是多了一个伙伴而已 才没有想着要挑战派蒙的地位呢 大家都是我的翅膀呀 哈哈 他刚才好棒毒 一点都没有想为派蒙辩解的意思 对 嗯 好 那在小精灵成长的期间呢 也会解锁挑战玩法 洛蒂亚的愤怒 洛蒂亚这个名字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看到过了 没有 哦 没有吗 没注意过 好吧 我刚想说没错 现在就好尴尬哦 那就行吧 接不下去了 接不下去了 那那个洛蒂亚呢 就是那位打起来让你们十分痛苦的纯水精灵了 哈哈 这次知道了吧 知道了知道了 不能忘记人家的名字 知道吗 好的 客进DNA了 这次挑战当中呢 大家不仅可以直接对纯水 纯水精灵的本体造成伤害 而且处于愤怒状态下的纯水精灵 还会具备一些与平时不同的技能 很可怕了 好难啊 这次活动呢 与之前雪山的急冻树的boss一样 依然可以和朋友一起联机完成 挑战成功之后呢 消耗一定的体力 大家可以获得大量的经验素材奖励 经验 哇 太棒了 期盼很久了 现在家里的经验素 真的根本就不够吃 对 这次可以吸取经验 多刷那么一点点 但是呢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一点哦 每当大家完成一个地区的挑战 任务 也就是吸收了足够多的 纯水小动物之后 就会获得一颗纯水真心 而每拥有一颗纯水真心 就可以在不消耗体力的情况下 开启一次挑战玩法 落地亚的愤怒的奖励 我们的探索区域一共有五块 也就是可以获得总共五次 百嫖奖励的机会 太棒了 太棒了 收到 做得好呀 还不止这一个呢 另外一个新活动 争斗潮流 等等 这个怎么看起来有点眼神 我们是不是 对 让我想起了第一期 茶会音排排的秋秋人 梦开始的地方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 青涩的女孩 只要生于这片大陆 任谁都曾做过提瓦特最强的梦 达达乌帕的浩肉族擂台 正在召唤着所有强者 时间限制 队友的安全 强敌 各种挑战目标 对身体应该不会有多好吧 战斗中流出的汗液 倒电物质的比例为 百分之一都不到 释放猛烈的冲击锅 并提高下子下落攻击的伤害 其名为 五点着陆回转法 遥远果代的强者 与今日冉冉升起的新兴 旅行者之间的对决 这 就是强者之间的对撞吗 陈强 也是成为最强的必修客 我不想说得太失礼 秋秋双海王这种强者庆心断位 是对弱者的不公平 文案同学你在干什么呀 我真的好难想象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 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中二之间 不过说到这个 我记得好像之前看到过游戏里面的一些 成就的名字好像也挺有趣的 对对 放飞自我的不仅仅是我们 说不定也是文案同学想做的事情的 对吧 在达达乌帕谷的这个挑战擂台上 开放了一个全新的挑战赛 从活动开始 每天都可以开启一个挑战 分为三个难度 当然如果直接完成较高难度的挑战 那么低难度挑战也会视为已经完成 这么好 对 每个挑战呢都会有三个通关条件 必须要达成条件才算通关哦 不过每一关也会有特定的能力 会被强化的 善用这些特殊效果可以更快地通过挑战 好 好 完成挑战也会得到包含原始在内的奖励 期待大家快来挑战吧 一局成为擂台上的霸主吧 好了 那在这次1.4版本来临之际呢 我们也想在本次节目里 向大家宣布一个特别的联动消息 那就是 原神与肯德基的联动活动就要到来了 也有炸鸡吃了是吧 吃 吃大份的 那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联动PV吧 我们来看联动PV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联动款风之一与名片在等待着大家哦 好 最后按照老规矩 我们还要给大家带来关于游戏内的一些优化内容的情报 有不少大家的反馈意见 其实呢都已经传达到了项目组这里了 并且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话不多说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次都优化了哪些内容吧 上来呢就要先爆料一个可能大家期待已久的内容 那就是背包里浓缩树枝的储存上限 从三个提升到了五个 我这就切大力特出来点赞 太重要了 之前有不少玩家说过 体力上限都从120提升到了160了 为什么浓缩树枝才只能放三个呢 这回呢一次性带上五个树枝 大家都可以刷个痛快乐 好了 那么第二项优化内容呢就是 你解锁了自动烹饪功能的料理 更新之后呢 也增加了手动烹饪的选项 我记得有了成就啊 就是需要我们烹饪出口味奇怪的料理的 可能有不少同学太厉害了 烹饪临失误 错过了完成成就的机会 所以呢 这次版本更新后 大家就可以自由选择手动或者自动了 才知道有这个成就 回去试一下 完全不知道呢 说到烹饪呢 还有一个要提到的事 以后当大家进行像烹饪啊 合成啊 还有像锻造之类的操作的时候 系统会自动记录 大家使用的是哪位角色 哦 并且在下一次进行该操作时 默认选择之前使用过的角色啦 太好了 太好了 就没有之前那么繁琐了 对 那么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 也要添加在1.4版本里了 那就是大家可以手动降低 一级大世界等级了 这个好耶 其实之前经常听到大家说什么 升了世界等级之后 感觉有点吃力啊 打过来什么的 都突然就变难了 这个大家是不是你自己的 我觉得主要是 不能够进高等级的世界 对 哦 对的 对的 有时候你的小伙伴 对的 对的 就很想去 所以呢 为了让大家可以在面对 更困难的冒险之前 准备的更加充分 本次版本更新之后 在大家达到世界等级5之后 可以手动选择 调低一级世界等级 当然大世界中开启 地脉之花的奖励 也是会降低的 相应的呢 也可以在降低世界等级之后 进行还原 但要注意的是 在调整过世界等级之后的 24小时之内呢 是无法降低 或者还原世界等级的哦 哦 另外呢 在更新之后 在旅行者们的资料主页的位置 也增加了多张名片显示的功能 旅行者呢 可以在这里 向其他玩家们展示多张 自己已经获得的名片 这不错呀 点开名片以后呢 可以看到名片的相关描述 或获取方式 这样就能够让大家看到 我辛辛苦苦的好感度时了 是的 有道理 最后 在深境螺旋挑战当中 我们也做出了一些小小的调整 比如 在两层挑战之间 进行编队操作的时候 大家可以在右上角 直接选择退出 还增加了 队伍内元素共鸣情况的查看功能 另外呢 在挑战的中途 如果想直接重新挑战的话 也可以按ESC键 或者呢 直接点击画面最上方的这个按钮 快速选择再次挑战 好了 那么优化部分的内容 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 更丰富的内容 就等待大家在1.4版本当中去发现了 那么 本次特别节目的最后一集兑换 马福利要来喽 好 这次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啦 再次感谢苗匠来到我们本次的茶会 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的吗 苗匠 让我想想看啊 如果是以温迪的口吻来说的话 亲爱的朋友 希望你能喜欢这一届风花节 不过这份幸福 并不只有在节日中才能体会 往后漫长的旅途中 我们会一直常伴你左右哦 味道太正了 真不错 那我也不说啥了 新年过后 还是希望在主线剧情里 多说点话 那那那我也要 更多的更新内容呢 也请大家持续关注 官方后续发布的信息 今后的茶会呢 我们还是会邀请更多的嘉宾的 尤其是之前还没有出过场的配音演员们 来跟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 也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茶会节目的支持 我们的邮箱呢 也收到了许许多多 来自海内外的玩家的鼓励与建议 这次要的节目 我们也尽可能地 把节目做得更加紧凑 内容更加丰富 之后我们也会听取 大家的反馈意见 持续努力 尽全力给大家呈现一个 更加精彩的茶会节目啦 耶 也非常感谢大家 那么就让我们在风花节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